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美军平均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士兵,志愿军则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供应6至10个士兵,而且没有海空军的掩护,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后勤运输极为困难。 在战斗时,经常连枪弹粮食都难以供给,严重制约着我军前线作战行动,于是志愿军决定组建后方勤务机构。当时因为人选问题,在几位主要指挥员中还发生了异常争议,大家都想要带兵打仗,自然没有人愿意留在后方。 洪学志也是坚持要到前线打仗,急得彭总冲他拍桌子,你不干,我干,你去指挥部队去吧。 最后洪学志被逼得只能当起这个后勤司令,彭德怀对洪学志说,前方是我的,后方是你的,前方后方都要打仪。 当时志愿军入朝到10月19日才半个多月时间,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要开展为几十万大军提供后勤保障,显然是不容易的。 洪学志指挥后勤人员,不顾风雪、严寒和敌机的狂轰滥炸,克服重重困难,努力保障前线部队作战需要。 在这场当时被称为打钢铁、打后勤的现代化战争中,但要消耗极大。 有时一个团作战需要两个团负责运输作战物资,有时运输部队一个排四五十人把物资送上去,只能剩下两三个人回来。 洪学志本人也是无数次遭遇敌机轰炸、洪水冲袭、车滑人衰等危险。 志愿军后勤指挥员用智慧和勇敢、鲜血甚至生命,源源不断向前方运送物资。 当时,美军每天都会触动九百多架飞机狂轰烂炸。 为了抵挡住这种攻击,志愿军就发明了片面运输、合并转运、水下桥等巧妙的运输战术, 并建立起一条更加正规化、网状战斗化后勤。 志愿军后勤部队给美军带来了极大的震惊。 志愿1952年5月31日,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, 虽然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既一切力量企图阻挡他们的共益, 然而他们仍然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依利,把物资运到前线,真是创造了惊人的奇迹。 当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级的一级国企勋章后, 更是说,如果真要论功行上的话,得勋章的那也应该是洪学志。